杭州临贫区永桥路上 有一家爱上婚纱摄影店 白先生花了7099块钱 买了婚纱照套餐 6月初他和女友到上海拍了照 半个月后他联系女友来选照片 我女朋友不来 为什么不来 我哪知道呢 你问我呢 我自己就感觉真的莫名其妙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 他就是爱你不来的 我也不可能是去 怎么打干都问到几案呢 这段时间你们发生什么矛盾了吗 其实什么矛盾其实也没有的 我们两个其实什么矛盾都没有 他就是一个爱不来的 白先生似乎说不出 女友不来选照片的原因 他告诉记者 两人都是安徽人 经人介绍认识了快一年 已经订了婚 计划在国庆假期办婚礼 要说平时有什么不合 可能还是在沟通方式上 白先生说 两人本来打算在老家办婚礼 还没有订酒店 现在仪式也不需要准备了 这婚纱照就更多余了 我现在我那个照片 打算是不要了 我看看能不能 看看能不能请求他干嘛 看看能不能 错是我的错 常常是过错是我的过错 我想请求他看看 能不能帮我 帮我一拜的嫌疑行 确实是属于 他们夫妻两个闹脾气了 那我们也没办法 对不对 然后我还说中间给他调解一下 我又去找美女对吧 任经理说他给白先生的前女友发过微信 对方回复最近上班忙 不让带手机 任经理现场打了微信电话 对方没有接 记者向白先生要他前女友的电话号码 想看看对方希望婚纱照怎么处理 他说他也没有 任经理告诉记者 做这一行十多年了 恋人之间拍完照出现矛盾的情况也碰到过 那产品做出来了 让我们给他摧毁的也有 然后后面就又好了 产品让我们给他做一套的 自己补成本价也有 然后还有的情况就是拍也拍完了 照片像他一样没选 然后后面分手了 那照片就放在这里也不管不会了 留着下次再给他制作产品 对留着下次就比如说他真的好了 那咱们直接制作产品 他说我确定不好了 让我们给他删除 我们直接给他删除 比如说下次你们拍花照 在别的地方拍 你有照片了你拿过来 我把这套产品你做出来也是可以的 任经理说白先生是朋友介绍来的 花7099块钱享受了8999块钱的套餐 后面门店还免费进行了升级 变成拍六套服装 制作八件套 包括放大照片摆台相册等 拍摄当天摄影师化妆师 在上海忙活了一天 拍了大概240多张 后来还简单修了一下 就是一套产品没做 那产品没做的话 咱们就这样子处理 那你这个产品的费用 成本费我退给你 对不对 因为毕竟一个服务的流程下来 都已经结束了呀 基地费呀 我们去上海拍的 来回基地费 周末的餐费 他要求我们要退的三四千块钱 你肯定不现实的呀 任经理说能退的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 白先生之前不接受 他会向领导申请给白先生最大的权益 店里也会保留照片 看看白先生和前女友之间能不能有转机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